額ж 反正就是我覺得 就是開開心心的 做致敬 回去我會給我媽媽 一個大大的擁抱 因為我媽媽就是 在我要手术的时候 他就说人生你自己要想清楚 往后的日子 妈妈可能没有办法陪你斗到最后 但是你一定要好好的想清楚 千万不要因为另一半 然后去改变自己 除非是我今天是真的很想要自己去改变自己 那我自己也过得很开心 然后我妈就会跟我说 倒数手术第三天第二天了 你真的要好好想清楚 我跟我妈说是得我想清楚了 然后我妈就说好那我就等你 凯旋归来我亲爱的女儿 我看到我就觉得很感动 我就会说妈妈真的是非常的爱我 也不会因为就是跟我妈讲说 就算我今天变了一个样子 身体的器官改变了 我的长相改变了 但是我心永远是不会变的 我对你的孝心是永远都有的 很多人都会说身体法夫受支付 但是我觉得妈妈真的是很伟大 因为妈妈就是 她现在就改口叫我亲爱的女儿 你终于要蜕变重生了 妈妈永远爱你 你永远都是妈妈最爱的女儿 最骄傲的女儿 因为我之前还没做边境投诉的时候 我妈就说亲爱的儿子女儿 对因为下面是儿子上面是女儿 所以她每次都叫我儿子女儿 然后她现在说终于可以直接叫我女儿了 我就是刚动完那一天我已经大哭了 我现在哭应该也哭不出来 因为都跟我妈讲说我恢复的状况真的是非常的好 然后我妈也是非常放心了 对终于那个心理的那个压力 很害怕我手术会发生什么问题 心理的大使已经放下了 回去的时候就是先跟妈妈见面 然后再就是跟我的朋友啊 我的室友啊 林静啊 还有我男朋友啊 我真的很想他们 然后我也想我台湾的朋友 还有就是一些粉丝朋友 很多人都会follow我的动态 现在是最后一个待在泰国的晚上 明天早上11点半的飞机 我要坐飞机回桃园机场了 之后呢 我要直接坐那个防疫计程车 然后坐到那个台北市的西门町昆明街的饭店里面 就是防疫旅馆里面 回去的时候一定要先坐好隔离 然后每天这样体温 然后每天就是看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 然后就是把自己隔离开来 其实我明天蛮期待我渡了旅馆里面漂不漂亮 这样才可以在里面拍很多很漂亮的照片 然后跳那个舞啊 然后拍拍影片这样之类的 好的 那我今天就是要好好的休息咯 明天的旅馆见 拜拜 刚坐到泰国的机场了 然后待会儿要上飞机回台湾 真的太好能不能推过 不然真的是 热气上太大了 然后外面天气现在是非常的好 然后我已经上了那个商务场 头发的地方 对 拍下商务场 就是只有三个人 博士其中一个 然后 哇 第一次坐商务场 真的要对自己的美点 不然我这个下面真的是非常的不舒服 然后大家还可以躺着 这个是华航的商务场的飞机餐 露大露面 是博士 水 很精彩 海底水 要现在 开动 东西里傻 nih 我現在已經來到房屋的館了 然後我已經把手上帶著房屋的腳 現在要爬屋 要爬屋喔 OMG 我待會就算要進到我的房間了 我剛梳後 然後再爬屋 待會辛苦一點啦 待會來看一下我的房間怎麼樣 我的房間 哇 其實環境還OK 上廁所 然後 就全身進 防疫小旅館 OK 然後下了那個 OK 先準備整理一下吧 BGM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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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因為我做的便機手術是要通 就是要擴充 所以我床上會有棒子 對 像這個就是S號 最小的 然後這個是中號 再來就是最大號的 最粗的 所以我每天就是要花40分鐘 然後一天兩次總共花了 等於說我一天要花80分鐘在通夏題 對 不然它其實會像那個什麼耳洞一樣太久沒穿的話 它可能會癒合或者是縮起來之類的 然後就是棉花棒啊 因為我還要清洗啊 傷口啊 然後就是糞便 就是要把那個 傷口分開 然後不要它沾黏起來 然後等一下到時候會非常的漂亮 那 準備要出去了 现在時間是 十一點 四十分 那在二十分鐘之後就可以解脫了 這真的太棒了 終於可以看到我的狗 还有我的男朋友啊 还有林静他们 还有就是到时候要回台中看我家人 对很开心终于可以出去了 我真的是很久没跟他们见面了 大概有45天 去泰国一个月30天 然后回台湾隔离15天 因为那个当下回来的时候还要再推算一天 所以就是住旅馆还是要多加一天 所以总共是15天 然后旅馆这边呢 其实也蛮棒的 因为他本身有副餐点 但是我没有在三餐都吃的人啊 那我当然就是叫外送啊 叫那个Fu Panda 叫外送 然后他们会直接送到柜台那边 然后柜台的人员会再帮我们送上来 反而就是非常的方便 而且又非常的天心 非常开心耶 甚至现在真的很期待很兴奋 待会可以出去呼吸 新鲜自由的空气 我也觉得就是 谢谢老天眷顾我 让我健健康康的成功的从泰国变完性回来 现在身体非常的健康 然后每天李干事呢 都会打电话 打两通哦 早上一通 然后下午一通 都会说 柏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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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身体好吗 健康吗 每天都是这样问 然后每天都是要量体温 看自己 有没有发烧啊 或者是一些不舒服的症状 每天都是要回报 再来就是一些简讯啊 可能会传说 正常请打1 有不舒服请打2 其他症状请打3 然后每次都回1 健康才可以回1哦 对啊 嗯 看一心 终于可以出去了 那未来就是会用 漂漂亮亮的样子面对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我更多 漂亮的作品 拜拜 你看这间旅馆咯 这旅馆真的很棒 这间坐在西门町的 它叫兵记忆旅馆 防疫旅馆 就要离开这个旅馆了 刚刚有大概稍微的整理一下 巨蟹座就是不喜欢很乱 他平常就是打吵架里 然后就是要退房的样子 对应该还OK吧 那被子没有折是因为 他等一下一定还要再拿去消毒 所以就是没有去折它了 这是我的行李 待会就要离开咯喲 再三分钟倒数三分钟 我将要离开了 好啦 离开了 离开了防疫旅馆了 要做检测了 很开心 外面的空气多么新鲜 多么的清新 准备回家 拜祝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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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zecież 男人 全世界 超级真的 蛮事 班主 開玩笑 闲